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31日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文杰 首先带你来看到花莲县政府向经济部水利署 争取全国水环境改善工程计划的补助整治 从仁立桥到东昌桥吉安西 右岸八户地上物拆迁以及这个提防的改建八数公尺 近日完工,期盼能够提升湖岸的安全性 减轻吉安西淹水的风险 也改善了周边交通及整体环境 在第九河川局协助下 花莲县府或经济部水利署前瞻基础建设计划 水环境建设,县市管河川及区域排水整体改善计划 第五批次防洪综合治理工程工作计划补助 总预算经费1500万元 整治长度自吉安西大山桥向下游延伸至出海口 约8公里 县长徐政委跨年前协同建设处人员是前目前完工的概况 县府建设处指出 县府补助人力桥 吉安西右岸八户私有土地置地上屋拆迁费用 包含土地价款 占用补偿费等 完工后 陆幅宽从3公尺脱宽至6公尺 将扑面破损老旧及忽然功能性不佳等情形改善补强 排除影响吉安西排水障碍 解决中正路及中华路道路瓶颈 期盼营造吉安西新样貌 改善吉安厢东海一街 衔接台主线的交通动线 随后徐政委也前往视察美轮西堤防 至上至桥施工情形 华联火车站先起转运站 以及北昌五街和建安街的路面铺设状况 期盼华联的交通及环境改善都能更进一步 记得蒋邦彦大华联报道